对不起,凌迟,但是圣泽更需要我,妻子别开了我祈求的目光,选择义无反顾地奔去她那个刚从国外回来的白月光前男友,徒留我傻傻地站在原地,手里拿着这一张双向障碍诊断单,只是她看也未看,我看着她的背影苦笑一声,随手把那张单子撕碎,扔进垃圾桶。 那我呢,难道我就不需要你吗?凌迟,你一个男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圣泽刚刚回国没有朋友,我照顾她一下怎么了?妻子看着我不满的皱皱眉头,话语间充斥着对我的不耐烦,让我下意识松开了握紧她的手。我想开口反驳说,不是的,只是我今天也来看病,突然看到本该没空的她出现在我面前有些惊喜,还以为她是来陪我的。 我,行了,我陪圣泽检查完就去找你,别这么小题大做。可是话刚想说出口,便被妻子硬生生打断。她不想与我浪费口舌,却在面对圣泽时温柔一笑,小心翼翼地掺着她去做检查。 慢点啊,我没事的,给你添麻烦了。我看着他们二人一唱一和地在我面前慢慢走远,好像他们才是真正的夫妻,一时间尽了声。手里的那张双向障碍诊断单被我捏得不成样子。我还是无法相信,原来十几年的陪伴真的比不上一见钟情。 我和妻子林慧青梅竹马,父母两家是世交,所以我从董事开始便把她奉为我的未婚妻。我们也曾有过一段浓情蜜意的时光,可这都在盛泽到来时结束了。 圣泽是我们的大学校友,一个家境贫苦,却肯吃苦上进的优秀青年。可能没有人不会对这种人心动,林慧也不例外。 再见她的第二面,林慧便毅然选择放弃我们的联姻,而去追求圣泽。你疯了吗?她一个穷小子,有什么好?我不能理解她的想法,也曾歇斯底里地朝她怒吼过。 可林慧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的平静,或许平静中还带着蔑视。你这种含着金汤池的人是永远也不懂下层人的苦难的。 她比你好一万倍,我是不会喜欢你的。林慧当时的表情是那么的高,好像一个为爱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白天鹅。 我没法反驳,只想用时间来证明我的爱并不比她差。 圣泽也的确不负林慧所望,学习一路高升,甚至成功拿到了外国的offer。 是选择留下和林慧结婚,还是出国深造对于盛泽来说也许是个难题。 而她最终选择了出国深造。 其实不难理解,实力对于她这种人来说比爱情重要得多。 我可以理解,但林慧却为此不吃不喝大病一场,甚至得了重度抑郁症需要靠药物维持。 在那两年里,圣泽没有回来过一次,而每一次的发病都是我陪在林慧的身边。 每一次的崩溃都是我紧紧抱着她,告诉她,还有我。 也许是被我的痴情所感动了。 在林慧痊愈后的第二个月,她同意了我的求婚。 那时的我,以为得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我也以为,她是真的爱我。 可在圣泽回来后我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个笑话。 我平静地回到了我们的家,里面一片漆黑。 我没有开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思考着我和林慧的感情。 你,你回来了呀? 妻子开灯发现,我坐在沙发上惊了一跳,语气里却难掩心虚。 你去哪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问,不想承认心里在希望她告诉我,她只是去工作而已。 圣泽不是生病了吗? 我去照顾她了,你不是看到了吗? 问什么问? 妻子一边换鞋,一边回答着我的话,似乎并不在意。 她越说越生气,最后更是直接挟了我一眼去了卧室洗澡。 我呆呆地坐在客厅里,心里却有些失落。 从头到尾,妻子也不在意,我去医院到底是干了什么。 在这时候,我才不得不相信。 也许这几年的婚姻,我们从未有过爱情。 在那几天里,妻子一次也没有回过我们的家。 我从共同好友的口中得知她,如今在一心一意照顾圣泽。 多可笑啊,正排老公生病在家,她连慰问都做不到,却忙着陪前任治疗。 我的心被这个消息扯得生疼,手中治疗抗霜向的药,也被我厌恶地扔进了垃圾桶里。 也许变成一个疯子,就不用纠结于情爱了吧。 我把自己沉浸在浴池中,感受着溺水死亡的气息。 在这一刻,我才能感到满足。 熟悉的脚步声,有远极近地到来。 我睁开了眼,明白是妻子回来了。 长时间照顾她的习惯,已经让我养成了听到她回来的声音,便下意识去为她做饭。 这一次也不例外。 不用麻烦了,我拿两件衣服,就走。 妻子收拾着自己的贴身衣物,对我说的话,却极其冷漠。 我倚靠在门边,看着她收拾东西的模样。 莫名有一种感觉,我马上就抓不住她了。 能不去吗? 挽留的话在我口中转了又转,还是选择了坦白。 我最近身体也不太舒服,你能留下来陪陪我吗? 这是我第一次对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毕竟以前的我永远是挡在她前面的大英雄,是她的顶梁柱。 说完后,我甚至有些羞怯,不敢看妻子的眼睛。 妻子收拾衣服的手停了下来,似乎在思考,停顿了几秒, 才缓缓开口。 抱歉,盛泽更需要我。 你还有偌大的家族关心你,可她只有我。 说完,妻子不再关心我是何种表情, 禁止拿着衣服要出门。 林慧,我不是你的备胎,我是你男人。 我看着她即将出去的背影,终于忍不住大声喊道。 可她的脚步只是停了一瞬,随即大步离开, 再没有看我一眼。 如果她回头,她便能看到我的脸色苍白和眼里的泪珠。 可她却下意识选择了无视。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和盛泽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 其实我已经了解了,盛泽只是普通的胃病而已, 这就让林慧跑前跑后操碎了心。 而我的诊断单在她面前出现了无数次, 她却没有想要看一眼的欲望。 原来不被爱的,才是最被爱的。 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累, 这种疲惫甚至让我第一次产生了放弃她的想法。 这份疲惫感在我收到盛泽发来的短信那一刻达到巅峰。 短信很简单明了, 只是一张妻子为她手洗内衣的照片, 配问她为你这样做过吗? 很明显,这是明晃晃的挑衅, 可我却看了不下十遍。 因为,没有。 妻子从未为我手洗过一件衣服, 更不用说内衣。 我也曾在新婚燕耳之际, 开玩笑地问她能否为我手洗袜子, 听说这样做的都会长相厮守的。 可她却只是撇撇嘴, 笑我太迷信, 最后也没有答应这个条件。 我一直都认为是妻子的家庭环境使然, 毕竟那么大的家族轮不到她自己手洗衣物。 可我却从未想过, 也许她只是不愿意为我洗, 因为我不是她最爱的人, 因为我不配她这样做。 就好像我不配得到她的陪伴 与那份鸡汤, 因为我从未走进过她的心。 她不想当我的公主, 她想给自己心爱的人做保姆。 我不理解, 可我现在却想尊重。 所以我最后什么也没有回复她, 毕竟这种挑衅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幼稚。 我只是仔仔细细地整理了我和她的财产, 最后请求律师为我们做财产分配。 追逐一个人太累了, 我已经追逐她二十年了。 我想放弃了, 可爱不能一朝一夕就收回。 所以, 哪怕我想离婚了, 财产分配上依旧是她占大头。 我还是希望她能过得好。 哪怕没有我, 妻子第二天便收到了我的离婚协议书。 她似乎很惊讶, 近乎疯狂地跑回了家。 林池, 你疯了。 妻子似乎不敢相信我是来真的, 看着我一脸不解。 我点点头, 语气认真。 惠惠, 我愿意成全你。 这么多年, 我们都太累了。 你放心, 财产分配很合理。 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 看她脸色阴沉, 我以为她对财产分配有意见, 还及时补了一句。 可妻子的神情却少见得哀伤。 林池, 你还爱我吗? 我顿了两秒, 也许还是爱的, 只是没有以前那么难以分割了, 所以我点点头。 爱的。 我看到妻子明显松了口气, 又恢复了以前那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那你爱我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 迫切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她明显被我问愣了, 下意识躲避我的目光, 我却又追问了一遍。 林汇, 你爱我吗? 爱爱爱的, 爱能当饭吃吗? 你怎么最近这么矫情? 妻子看起来有些不耐烦了, 却最后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有点失望, 紧接着追问。 你爱盛泽吗? 关盛泽什么事, 你不要无理取闹。 妻子仿佛被戳中了心事, 看着我一脸责备。 我忍住心里的失望, 哼笑了声, 把手机里的内容调出来递给她。 林汇, 你是怎么把出轨说得这么理所当然的? 原来不爱, 也可以连贴身衣物都需要你来写。 妻子, 难得都被我噎了几句, 看着那张照片, 脸色红了又白, 白了又轻。 林汇, 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为了陷害我和盛泽, 竟然派人拍这样的照片。 妻子的声音断断续续, 摆明了维护盛泽, 不相信, 她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私下里也会做这种龌龊事。 所以, 你认为是我在故意说她坏话? 我有些惊讶, 一字一句地看着她问, 难道不是吗? 盛泽才不像你, 竟用些龌龊手段。 妻子高昂着头, 一如从前一般, 指责我不如盛泽高尚。 那一刻, 我心里的闲, 砰的一声, 断了。 原来我陪伴了这么多年的人, 最后真的会反摇我一口。 随你怎么想, 别忘了离婚协议书签字。 我把手里那份协议书, 推到她面前, 强压住嘴里满出来的苦涩, 洋装平静。 当初是你求着娶我的, 现在你可别后悔。 妻子大笔一挥, 签下她的名字, 还不忘挖苦我一通。 我淡淡地点头没有硬化, 只是看着她的自己, 有些恍惚。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这个场景, 毕竟我们的爱情, 并不是那么的坚不可摧。 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还是会比想象的难过。 也许因为, 我深切爱过, 与她离婚后, 我便开启了我的治疗, 也曾在医院中偶遇过二人。 你怎么了? 这时的灵慧, 好像才注意到了我的反常。 我淡淡一笑, 摇摇头没有说话。 毕竟现在我和她, 已经没有关系了。 她似乎也并不在意, 静止搀扶着盛泽, 从我身边走过。 我用余光看着二人有说有笑的身影, 不在意地压了压心脏。 看来真正的放下, 也不是那么简单。 看到了, 还是会难过呀。 我的治疗迟迟没有进展, 医生说我总是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你这种情况, 建议多外出走走, 也许会好一点。 医生诚恳地给我建议, 我想了想, 我现在已经洁身一人了, 父母也都去环游世界了, 公司有兄弟撑着, 我好像真的可以放松自己了。 所以我答应了医生的建议, 决定走一走。 在离开的前一天, 我想了想, 还是觉得应该告诉灵慧, 盛泽他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毕竟我们即使不是夫妻了, 也仍旧是世家好友。 所以, 我给他打电话约好在老地方的咖啡厅见面。 只是, 出乎我所料, 来的并不是只有灵慧一人, 还有盛泽陪同。 我看着二人在我对面亲密落座, 扬了扬眉, 用眼神示意, 这是怎么回事? 唉, 盛泽不放心我, 非要跟着来。 灵慧语气里有些扭捏, 却仍旧默许了这种做法。 我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 这已经很明显了, 盛泽不信任我, 而灵慧默许了他的不信任。 明明已经接受过很多来自他们的打击了, 可我偏偏没出息, 每一次都被他们抓住软肋, 在案板上磨了又磨, 磨得我生疼。 我想说的话, 也最终没有说出口, 只是有些抱歉地笑了笑, 告诉他们, 我只是想见灵慧一面。 我要去旅游了, 家里你多照顾一点, 还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离婚的事。 我最后还是说了一些不拙边的话, 便急匆匆想离开这个地方。 灵慧在这一次也难得地多了几分感伤, 看着我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呆呆地说了句保重身体。 我点点头, 终于坐上了前往彼岸的飞机。 飞机在此行中遇难, 多人重伤, 五人死亡, 三人失踪。 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 我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索性我命大, 逃过了一劫。 我醒来时是一个夜晚, 旁边趴着一个女人, 我动了动手臂, 感觉有些僵硬。 你醒了? 女人惊喜地看着我, 我却看着她无端皱眉。 这位女士, 您是? 我清晰地看到此话一出, 女人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急忙地跑去找医生。 可我只是看着远方的天空, 无动于衷。 病人可能是应激创伤性反应, 短暂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灵慧呆呆地听着医生的分析, 不发一言。 没错, 我失忆了, 却唯独只忘记了与灵慧有关的事。 他们都说她是我的妻子, 可我看着她, 内心却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你确定我们曾经相爱吗? 我狐疑地看着灵慧, 费劲巴拉地给我讲述我们的爱情故事, 越听越觉得虚假。 我确定啊, 你喜欢了我好多年。 灵慧似乎是急于要证明我们的感情, 拿出了我们两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照片给我看。 我的目光被那个照片吸引了, 画面很好, 只是看不出是两个相爱的人。 灵慧听见我的问题后, 尴尬一笑, 说我们就是这么相处的。 是吗? 我仔细想了想, 我是一个追求浪漫的男人,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应该不会这么冷漠吧? 我越想越觉得对, 更加觉得是灵慧在骗我了, 对她的好感一降再降。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 赵点, 你自己的事情做不行吗? 终于有一天, 在她又要照顾我的时候, 我出声阻止了。 她似乎很局促, 也好像被我的话给吓到了, 降在了原地。 我反应过来, 是我语气太重了, 想找不一下, 却实在没有可说的。 所以, 我只是背过了身子, 用沉默表示我的抗拒。 灵慧看着我想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轻轻为我关上了门。 我轻输了一口气, 终于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却没想到, 马上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个人我是认识的, 我们大学的校草圣泽。 可我却忘记了我和他哪里来的交接。 你真失忆了。 圣泽坐在我的病床上, 看着我的眼神里, 全是打量。 我魂不在意地点点头, 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 圣泽冷笑一声, 嘴里嘟嘟囔囔这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 都是报应, 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我怂怂间, 看出来了他来者不善, 更懒得应付了, 直接钻进了被窝里。 林池, 你真的不爱林慧了吗? 圣泽待在我床边愣了很久, 最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被最近这个问题已经问烦了, 敷衍地点点点头。 不爱, 你爱你, 可以把他带走。 不知道我的话是哪里触动他了, 他近乎癫狂地笑出声来, 最终被赶来的, 林慧带走。 你疯了吗? 我都说清楚了。 卉卉, 他不爱你了, 他现在不爱你了, 他要我把你带走。 二人的交谈声, 随着离开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却只是不在意地闭上了眼睛, 对二人没有任何好奇的想法。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们在一起, 我就打心眼里, 感觉到了厌恶。 林池, 刚当那个人是我们大学校友, 我们有点纠葛, 你不要听他瞎说。 林慧站在我面前, 声音滴滴的, 好似在怕我多想。 可他想多了, 因为我是真的一点感觉, 也没有。 所以, 我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想应付了事。 自然也没有看到, 他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悲伤, 一如我从前。 我认为, 我的全身上下, 都表现出来了, 对林慧这个陌生女子的抗拒, 可他却仍旧切而不舍。 这种精神恍惚间, 让我觉得有几分熟悉。 可我却说不上是哪里的熟悉。 他开始做一些自以为很感动的事, 想感化我。 激起我的爱, 可我心里毫无波澜。 父母却不懂我们的感情, 还以为我真的如他们从前看到的那样, 爱他爱到死去活来。 非要我跟着林慧去逛一些没用的地方, 美其名曰找回记忆。 父母命, 不想为, 我还是跟着他去了。 他那天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 的确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随着他慢慢走到我面前, 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清澈, 最后毫无表情。 你不喜欢吗? 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裙子。 我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太艳, 显得你好俗气。 是了, 没有感情的, 我只是一个无情的毒蛇机器, 嘴里当然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林慧似乎从未想过, 我是这样说, 眼睛里渲染玉气, 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 可我却只有厌恶, 我平静地拨通了盛泽的电话。 林慧找你, 在红旗大街。 说吧, 我挂断电话, 看到的便是泪流满面的林慧。 你哭什么? 我有些不耐烦了, 最讨厌应付女人哭了。 你为什么要把我推给盛泽? 林慧大声质问着, 似乎很不理解我的做法。 我看着她的表情坏坏一笑, 因为我想成人之美啊。 我晃晃手机, 把那张前两天盛泽故技重施给我的照片摆在了她面前, 自然也就欣赏到了她慌张的模样。 不是, 林池, 她在污蔑我, 她就是见不得我好。 我无所谓地点点头, 直指手机里的盛泽。 那你跟她说吧。 我转身想走, 却被林慧一把拉住了手, 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狐疑。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哟, 我挑挑眉, 不愧是舔狗。 我刚恢复记忆, 就被她发现了, 看来我还是不太会装傻。 所以我淡淡地点头, 选择了承认。 承蒙您的刺激, 那条红裙子, 确实很有熟悉的感觉。 但我当然不是, 仅凭着那条红裙子恢复的。 这几天, 我的记忆都在慢慢复原, 只是没有告诉她而已,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恢复记忆后我才发现, 我是真的对她没感觉了。 哪怕她和盛泽 当着我的面做些羞羞事, 我也能面无表情地拍手叫好, 欣赏现场版。 我是真的放下了,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失忆。 可我不懂灵慧, 为什么又要纠缠? 我成全你和盛泽, 不是很好吗?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有些无奈地, 看着她通红的眼睛, 不懂她又要搞什么。 不, 我不要, 我喜欢的是你。 灵慧紧紧抓住我的手, 语气凄惨, 但我并无动容。 我只是看着这双手, 突然想起了, 在失忆之前我祈求灵慧陪陪我。 可她却说, 胜则比我更需要她。 慧慧, 胜则比我更需要你, 不要闹了。 我看着她, 语气轻轻地, 她却好像被什么击倒了一样。 你不爱我了是吗? 你真的不爱我了? 我点点头, 有些不忍。 嗯, 真的不爱了。 可我爱你啊。 我在转身要走之际, 听到了灵慧在后面的大喊。 我脚步顿了顿, 最终仍旧没有停留。 胜则与我擦肩而过。 我好像看到了她隐远的双眸。 但我在美馆身后时, 静止朝远方走去。 哪怕我觉得, 失忆之后我的病已经好了, 可还是听话的打算, 再去复查一遍。 结果果真如我想的那般良好。 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也终于放了下来。 我正准备离开, 找父母兄弟庆祝一下。 一旁的吵闹声, 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只是觉得, 那道声音十分熟悉。 定睛一看, 果真是熟人。 胜则和灵慧, 不知道因为什么在医院里闹得不停。 我隐隐约约中, 好像听到了孩子, 怀孕的字眼。 我们已经离婚了。 那孩子自然, 就是盛泽的了。 还挺厉害, 我心里唏嘘一声, 便要离开。 凌迟! 灵慧尖厉的声音从医院传开, 我停住了脚步, 有些无奈地回过头打招呼。 你们好, 又碰面了。 你怎么来医院了? 哪里不舒服吗? 灵慧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在这的前一秒还在与身旁的人大吵大闹。 看到我后, 立马扬起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笑容, 话里全是关心。 我被这样关心着, 有些不自在。 眼神下意识飘忽到了盛泽那里, 他脸色阴沉沉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啥? 我来复查一下身体。 是车祸后遗症吗? 我手里的那张报告单被灵慧抢了过去。 什么? 抑郁症双向障碍。 他小声惊呼, 你什么时候得的这种病, 为什么不告诉我? 灵慧似乎很愤怒, 可我却白白手, 满不在意。 以前想告诉你的, 只是当时你忙着照顾盛泽并不想知道。 灵慧顿住了, 他好像终于想起来了, 在我们离婚前夕, 他在做些什么。 他在忙着与前任调情, 无暇顾及我的疾病。 如今我好了, 他又来了, 可我觉得太晚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你们继续, 我先回去了。 我拿回了灵慧手中的单子, 就要离开, 又想到了什么, 脚步停在了他的面前。 对了, 慧慧, 别再任性了, 你总该珍惜一个的。 这是我身为朋友, 对他的最后一点忠告。 我能看出来, 盛泽也是爱他的。 可他好像并不想听我说这样的话, 只是牵强地扬起了一个笑容。 谢谢。 后来我便没有再关心过他们二人的生活了, 因为我的前半生都在为他而活。 余生我想为自己而活了, 我开始尝试自己喜欢的东西, 开始去攀岩, 去蹦极, 去享受世界。 我在沿途中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听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这让我觉得我以前的人生是多么的浪费。 再一次听到灵慧和盛泽的消息, 还是从我母亲口中传来, 说灵慧生了个儿子, 却迟迟不肯跟圣泽领证。 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想的, 历来就是个有主意的。 母亲当个八卦讲给我听, 我只是笑了一声, 不再多言。 你小子赶紧带回来个媳妇, 这次, 我要你们真心相爱的。 哎, 这里的信号不好, 我先挂了哈。 我利索地挂断电话, 抬眼便看到了母亲, 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位女性朋友。 怎么? 父母催婚呢? 她手指夹着根烟, 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我被她这副样子, 射了魂魄。 是啊, 要不你和我凑合凑合, 给我妈开开心? 我是以一副调笑的表情, 说出的这句话, 她却直直地看向我的眼睛, 面带挑衅。 可以啊, 啥时候去扯证。 再拿到这本结婚证的路上, 我整个人依旧处在一种不敢相信的状态。 我真的, 和一位欣赏的旅人朋友, 结婚扯证了。 在经历了那样一段感情后, 我总觉得, 这次的感情来得这样草率, 可又有一种我喜欢的疯狂。 我迅速把她领回家见过爸妈, 出乎我意料, 他们竟然相处得十分愉快。 你还挺会哄我爸妈开心。 我小声地悄悄问她, 她还是那副高冷的样子, 却在不经意间朝我歪头一笑。 你不知道的多了, 老公, 我的眸色暗了暗, 还是克制不住地把她给推倒了。 好吧, 她真是个摄人心魄妖精, 但我喜欢。 我们的日子过得潇洒又幸福, 我沉浸其中, 已经忘了之前的人和事了。 却没想到, 盛泽找到了我。 求你去看看卉卉, 她生孩子后, 抑郁症复发, 现在神志不清, 只认识你了。 我不知道, 以盛泽这样高傲的人, 是怎么低头说出这句话的, 竟然莫名地有点可怜。 我不忍拒绝, 再怎么也是一同长大的妹妹, 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 我需要跟我妻子报备一下。 我看着她,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盛泽似乎不知道, 我已经结婚的事。 毕竟我们两个没有大摆宴席, 她眼神中透露着惊讶。 我没有理会, 轻声细语地哄着对面的妻子。 知道了, 去去就回, 给你带你最爱的那家蛋糕。 你现在很幸福。 在我们二人回去的路上, 盛泽看着我, 意味不明。 我笑了笑, 语气里满是爱慕。 可能因为遇到了一位同频的爱人吧。 灵慧的情况的确很不好, 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可我现在的确无能为力,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小家了。 你可以安抚她的情绪。 我看着在外面抽烟的盛泽, 安慰道。 你可以多来陪陪她吗? 盛泽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恳求。 我摇了摇头, 还是选择了拒绝。 以前的陪伴是因为爱情, 可现在, 我们已经各自有了家庭。 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我的妻子该担心了。 我看着盛泽歉意一笑, 转身去为我被孕在家的妻子, 去买她最爱的小蛋糕。 物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知可追, 我们都该朝前看了。 灵慧番外, 我一直都认为我爱的人是盛泽。 哪怕我与青梅竹马的临时结婚了, 我也依旧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 所以, 在得知盛泽回国后, 就犯了胃病, 住进了医院。 我第一时间便选择了前去照顾她。 我认为, 灵慧会理解我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都很包容我。 我们无数次相逢在医院, 家里, 那张她的诊断单摆在了她的手上, 桌子上。 可我当时却因为过于在乎盛泽, 而选择了一次一次地忽略她, 以至于我倒失去了, 才发现她也曾换过双向障碍。 此时的我已经怀有盛泽的孩子了。 我抚摸着肚子, 心里却不可控制地想到了, 我在抑郁症期间, 灵慧每天每夜地给我讲故事, 哄我入睡。 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 他会是个很好的爸爸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样想, 对盛泽也越来越歇斯底里。 我知道, 我对不起他, 是我以为的爱束缚了他。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疯子, 也终于, 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 我再次抑郁症复发。 我忘记了很多人, 只是紧紧抱着灵慧以前给我买的那只小熊, 嘴里喃喃着他的名字。 恍惚中, 他好像真的来看我了。 我看着他笑, 语气温柔地换他, 识歌。 可这一次, 我没有受到他的拥抱。 在我又一次因为犯病, 而误伤到盛泽的时候, 他终于选择了把我送往国外疗养院。 在临走前, 我罕见得正常了一段时间。 他最近还好吗? 我看着远方的飞机, 声音轻轻的。 很好, 有一个很爱的妻子, 好像怀孕了, 应该快生了。 盛泽语气平缓, 我却突然哭出了声。 我从没有像如今这样, 这么确切地明白,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我和林池也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可我却因为只想与盛泽有第一个孩子, 而装作不小心把他留掉了。 我还记得当时林池隐忍的表情, 可他最后却只是笑了笑, 安慰我说, 没事, 还会再有的。 可惜, 我们再也没有过一个孩子, 可我们却和旁的人都有了孩子。 你好好养病, 我和儿子会想你的。 盛泽摸了摸我的头, 声音里透露着不忍。 也许我们都知道, 很难治好了。 此去一别, 也不知道是否还会再回来了。 我这一生, 对不起的人太多, 可临别这一刻, 却仍旧希望, 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这次想义无反顾地爱上林池, 可没有重来的机会。 所以, 我只是抱了抱盛泽, 语气闷闷的。 盛泽,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我能回来, 我们好好过。 好, 我们好好过。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一声啼哭, 同时也在当地医院中响起。 林池只匆匆看了一眼, 便飞奔进妻子的产房。 女儿很可爱, 长得像你。 林池碰了碰妻子的手指, 与她相识一笑, 满是柔情。